嗨大家好 今天是我Coby確診的第四天 然後現在是半夜一點多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在追少年法庭 追到半夜是怎樣? 好好看喔 聽不下來 好 回歸正題 話說前一天晚上是我 算是最難熬的一個晚上 就是一直不斷的乾渴 我有用那個睡眠紀錄的APP 幾乎是每個小時我都在咳嗽 然後也有打呼啦 也有打呼 然後就是一直冒冷汗 但是沒有發燒 就是一直冒冷汗然後發冷 然後衣服就濕了 然後又很冷 就是又抱緊被子這樣子 重複一直到早上 很累人 然後早上 就起來之後反正就不太舒服嘛 我姐好像也是有發燒 她也不太舒服 然後我一直就是頭非常痛 超痛的那樣子 想要再繼續睡也沒辦法睡 總之心情就很差 但唯一好的地方是喉嚨已經 不像 有刀割的那種感覺 吞咽的時候 好很多 只是會咳嗽 乾咳 很癢的那種乾咳 OK 總之呢 這些心情就 特別差 可能 生病總是會讓人家 胡思亂想 我覺得 嗯 不過 後來想想 還是起床做一點事情好了 就像我姐說的 她覺得 喔 因為我姐在家工作嘛 現在COVID必須在家 然後她在 線上就是 online meeting的時候 的第一句話呢 一定會先說 喔 因為我現在COVID 所以我要戴口罩啊 因為我妹住我家 她從來給我 這一定是她的開場拜 然後我聽了就覺得 好吧 不過她接下來就會說 喔 但我覺得我還是要工作啊 這會讓我覺得 我還是在正常的生活 嗯 我就不會有生病的感覺喔 然後我聽了也覺得 喔好吧 那我來正常生活一下 於是就拿起相機 偷偷拍她 工作的樣子 還有 我自己在外面休息 的樣子 嗯 心情就好蠻多了 然後再繼續追劇啊 就覺得 其實也還不錯啦 生病 然後我今天收到他們 衛生局寄來的 一封信 大意就是說呢 他們有確定 我 確診了 然後 他們官方寄出一封信 建議我從 建議我的官方隔離時間 必須要到 14號 我確診時間是6號 那 官方隔離時間建議是 從10號 到14號 這一點我就不懂了 反正這封信呢 那就是讓你跟公司請假用的 或是你有任何 其他的用途 然後 你隔離了10到14號 就是5天 5天之後呢 的48小時內 如果你還有 症狀的話 就建議還是 繼續隔離 但是5天之後 的48小時之後 如果沒有症狀呢 就不需要隔離 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好像也不需要再做檢測 當然如果要回國的話 還是得做檢測啦 我的計劃是呢 我要去做 PCR檢測之前 我會先去當地的藥局 做快篩 因為藥局的比較準 然後是免費的 去藥局做快篩 是免費的喔 如果是陰性的話 我再付費做PCR檢測 我覺得這樣比較保險 我下次做檢測的事件 我預估應該會是 16號左右 敬請期待囉 少年法庭真的好好看喔 掰掰